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在电学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电位能 所谓的电位能它就是来计算整个电厂的能量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知道这个能量在整个物理的机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能量的转换或者能量的产生基本上都跟做功是有关系的 因为所谓的功就是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作用力一个是位移 当这两个条件同时产生的时候 就代表系统它的能量产生了转换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知道在电厂当中存在有两个带电体的时候 作用力是一定有的 因为两个带电体之间会产生排斥力或者是吸引力 那如果又产生了一个移动的现象的时候 那就代表电厂对它们产生了一个做功的关系 在做功的关系当中就产生了能量的转移 那这种能量呢我们就称之为电位能 跟重力位能的情况呢非常的接近 我们以我以这个重力位能的观念呢 来对大家先做一个报告 我们了解当一个物体呢 如果产生了垂直方向的位移的时候 比如说它往上移动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东西呢往上抛 那往上抛的话对整个系统来讲 重力呢对它产生了一个做功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重力对它做的是一个副功 所以造成它的重力位能呢是增加的情况 相对之下一个自由落体 或者一个往下丢的一个东西呢 好重力呢这时候对它做的是一个正功 在做功的过程当中呢 造成它的重力位能呢是减少的 那当然这个重力位能的减少不是没有原因 所减少的重力位能呢 就会转化成它的动能 那往上抛的过程当中呢 重力位能呢虽然是增加了 可是它增加的位能呢 主要是来自于动能的减少 好那在电场里面的作用呢 其实它的功能呢跟我刚刚所描述的重力位能的操作 这个控制机制呢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两个都是带正电的物体 我们知道它们之间产生的是排斥力 对不对 所以当它靠得越近的时候呢 比如它本来是两公尺的间隔 那现在变成一公尺对不对 但是它所产生的是一个排斥力 那你要把这个两个产生排斥力的东西呢 让它靠得越近的时候 电场是不是一定要对它做工 对不对 那显然电场对它做的功呢 显然是一个复工 那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呢 就造成电场的能量 其实上它是增加的 就是这个电位能呢 它是增加的 那如果两个是异性电荷的话 它们本来之间就是吸引力 所以它本来是从间隔两公尺呢 到间隔一公尺 那显然电场对它做的是一个正工 那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呢 无形当中它就会把电位能呢 把它转换 对电位能来讲 它事实上是减少的 那从这个公式当中呢 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好 我们假设有两个带电体 它的带电量分别是Q1跟Q2 那我们先假设它本来的距离是无限大 那所以当它的间隔距离 如果是R的时候呢 那我们根据功能定理的解释 就是说电场对它所做的功能 恰好是等于它这个能量的变化量的负值 所谓负值就是用它的粗状态的能量呢 减掉墨状态的能量 那根据数学公式的推导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电荷之间的距离如果是R的时候 它们之间所形成的整个电场的电位呢 就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是同性电荷的时候 那这个是正的这个也是正的 或者这是负的这个也是负的的话 它们的成绩呢当然是已经是正的 那就代表它的电位能呢是大于零的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异性电荷的时候 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 所以出来的成绩呢当然已经是负的 就代表在组合的过程当中呢 电场对它做的是一个正功 所以造成电场的位能呢会损失 因为电位能小于零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能量是损失的 类似像一个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它这个系统本身跟地球之间呢 就形成了一个位能 所以当它们的距离靠得越近的时候 那个重力位能来讲它是损失的 但是这个损失的位能呢 当然最后是会变成了动能 那对电场来讲 当然它也不例外 也不例外 好我们来看这个 它的之间的探讨 好那我们从这个电位能的 大于零或者是小于零呢 其实也可以来研判它的这个物理意义 就是说如果两个电荷组成的 电场的电位能如果大于零的时候 那代表在组合的过程当中呢 电场对它做的是一个复工 因为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说 这两个电荷之间的距离本来是无限大 那因为电场的电位呢 如果大于零代表它是同性电荷组成的一个电场 所以它靠着越近的时候 电场当然对它一定做的是一个复工 因为它们之间的作用力是排斥力 那排斥力的方向跟它位移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所以当然代表做的是一个复工 那反之呢 如果电场的电位呢 小于零的话 也就是代表一性电荷所组成的一个电场 那因为一性电荷之间的作用力是引力 跟它位移的方向是同方向 所以也就代表电场对它做的是一个正工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不止两个电荷组成的电场 它的电位能要如何来计算 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电场呢 是由多个电荷组成的 那这时候的电场的电位能呢 就用两个电荷之间的电位能 然后两两相加 得到它的总和 比如说有三个电荷组成的电场 那它的电位能呢 就是一对二 二对三 还有一对三 就是要加三项就对了 那如果四个电荷组成的电场呢 就要加六项 一对二 二对三 三对四 四对一 然后一对三 二对四 就要加六项 所以我们下面用下面一个立体呢 来讨论 我们假设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角落 我们就摆了四个正电荷 它的电量都是Q 好 那我们利用这个 这个多个电荷组成的电场 我们如何来计算它的电位能 就刚刚所讲的 这个一 一对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编号 这个假设编号是一 这个编号是二 这个编号呢 是三 那这个编号呢 假设是四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所以一对二的话 它就是变成K 然后Q乘Q呢 这边就是Q的平方 那距离是一公尺 那二对三的话也是 然后三对四也是 四对一也是 所以我们把四个加在一起呢 就给它乘上四 然后接着再加上 一对三 跟二对四 那它们之间的差别 只是差在距离而已 那电量都是Q的平方 Q乘Q 但它的距离就会变成 更好二 但它是两项 所以给它乘上二 好 所以经过整理以后呢 我们最后就得到一个公式 得到它的总结就是K 好 那这边是Q的平方 然后这边呢 就是四 二除以更好二的话 是更好二 所以加上更好二 好 单位是交二 单位是交二 好 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有关 电位能的一些基本观念